接著來關心國際情勢 以色列和哈馬斯究竟何時會停火 現在以色列拋出了三階段的停役 只是哈馬斯卻說 在埃及開羅的停火談判 目前沒有進展 加薩拉法的救難人員爬上長梯 從被炸毀的房子外救出孩子 成年傷者也被單架固定 沿著長梯降落送上救護車 另一頭約旦河西岸房子冒出濃煙 泡生隆隆 一旁還有以軍的推土機 強制拆除房屋 以軍週六空襲拉法 以及約旦河西岸 造成至少八人死亡 轟炸過後 居民回到廢墟找尋生還者 加薩危機依舊看不到盡頭 在德國柏林 還有加拿大蒙特樓都有聲援抗議 不過最激烈的還是以色列國內 要求納坦雅胡拯救認知的聲浪 以色列和哈馬斯究竟何時才能停火 以色列媒體報導 有了最新三階段提議 第一階段為期40天 哈馬斯釋放以色列33名人質 以軍從加薩部分地區撤軍 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都維持42天 分別釋放活著的人質 以及交換陣亡人員的遺體 哈馬斯消息人士宣稱 目前已得到美國保證 以色列將在三階段協議完成後 從加薩完全撤軍 不過這是以色列一再拒絕的條件 雙方是否能找到共識 全球密切關注 TVN新聞綜合報導 不過下個星期是俄羅斯的勝利日 也適逢普清的就職日 克林姆林宮似乎有些特別的計畫 我們就請資深記者邱婉柔 帶大家了解 5月9號是俄羅斯年度的勝利日 而其實這勝利日跟這二次大戰 擊退納粹是有關係的 而在這一天 現在俄羅斯也說他們要大舉慶祝 要售出12個國家超過30件的戰利品 這戰利品包含了美國的M1戰車 以及德制的暴俄戰車等等 俄羅斯的總統普清其實也刻意的 要把澤倫斯基跟納粹要來相提並論 而現在俄羅斯戰爭的情勢又到底如何呢 據俄羅斯公布的訊息呢 他們已經控制了547平方公里 他們認為說這已經是俄羅斯的新領土了 而現在烏克蘭到底要來怎麼應對呢 像這烏克蘭的陸軍司令就說了 在經歷了這幾年之後呢 他們現在也認為說呢 戰爭其實只能靠自己的 而且也埋怨說 如果這個美國的軍援 可以及時抵達的話呢 其實他們不會失去這麼多的領土 尤其現在他們跟俄羅斯呢 像前線的火炮差距 可以說10比1的 而他們現在也預估呢 俄羅斯的新攻勢 可能會在6月底7月初 不過目前俄軍持續攻打著屋內刺客 瞄準的是烏克蘭的重要據點 查蘇夫亞 不過呢 澤倫斯基聲稱 他們也擊落了一架 俄羅斯的蘇凱25戰機 藏在彭斯下的坦克車 一瞬間炸毀冒煙 俄軍躲藏的房子 也出現一樣的爆炸模式 因為造成爆炸的是同一個裝置 烏軍自己把無人機和爆裂物綁在一起 機動性高的無人機 成了盾內刺客 目前最常用的偷襲武器 士兵們這回還測試了最新頭戴裝置 用第一人稱視角飛行 尽管喊著裝備不足 但烏軍還是有辦法用有限資源 威脅俄羅斯戰機坦克 在這一階段 無動戰況還是對俄軍有利 俄羅斯5月9號將慶祝二戰勝利的獨立日 除了阿富蒂夫卡 俄軍更希望在美國最新一波軍援送到戰場前 拿下盾內刺客關鍵城市查蘇夫亞 目前查蘇夫亞還在烏軍控制範圍 但更往北的哈爾科夫 星期六同一天竟然兩度遭遇俄軍空襲 先派無人機再射飛彈攻擊 烏克蘭說兩回空襲 總共造成九人受傷 TVP新聞 綜合報導 就在上個月11號 印度第十次試射了獵火五星洲際彈 飛彈被視為是驗證多彈頭技術 學者研判未來將用於反攔截 印度自言自制 獵火五星洲際彈道飛彈 上個月11號 從境內的卡蘭島上再次升空 明明是同型飛彈的第十次試射 官方高調 讓各界更好奇顯外之音 這一次的軍演 你可以看到印度並沒有真正的參與 或是派兵出席 但是他把超高音速的導彈 送到了菲律賓去 他又在孟加拉灣歐迪莎的旁邊一個小島 那裡去試射烈火五 所以你就看到其實他那個意思就是說 你最好是不要在南海這裡亂動 不然的話其實我印度也是可以 這個射程還是可以達到北京的 射程上的威責意圖還顯而易見 飛彈彈頭內的秘辛恐怕才是反復測試的主要目的 技術與時俱進 甚至獲得了多國採購 中共的紅旗系列防空飛彈 足以抵消攔截數量有限的中遠程空中威脅 包括核武 今天你印度所有核武飛彈都會被我中國攔截下來的時候 講南天天我中國想打引印度就打引印度 你印度沒有辦法報復我中國 那這個是印度不可能接受的事情 所以他當然必須要發展這樣的多彈頭科技 來去突破目前中國也在發展中的飛彈防禦的能力 那這個能力本身當然主要是為了嚇阻之用 外傳烈火五的這次試射 是頭一回嘗試應用多重獨立重返載具MIRV 在彈道飛彈的鼻端裝載多枚核子彈頭 可以針對彼此間隔數百公里的不同目標 同時發動攻擊 讓防空系統難以兼顧 這項運用並非新技術 但是具備成熟能力的 當前只有聯合國安理會 美中二英法五個常任理事國 其實是有助於我們一般所謂的第一級的攻擊能力 因為一般而言 第一級攻擊能力大部分基本上是 要攻擊敵人的武力目標 來阻止敵人的一個對我的報復能力的一個存在 不論是增強火力或是讓火箭推進 叩關高潮因素 印度本就不俗的科技實力 近年投入飛彈研發的比重似乎穩定增加 最初的用意是抗衡鄰國 中印邊境他們在62年才剛發現這個邊境戰爭 所以64年他去發射這原子彈 對印度來講這是一個還蠻大的威脅感 所以他差不多在那之後他就開始去研究研發核彈的試射 成空試射之後巴基斯坦又在半年之後就陸陸續續的 也都不斷的在試射 軍備競賽反映長久以來的地緣衝突 又碰上了美俄持續主導的代理人戰爭 強化印度遊玩意識 如果核彈頭的攜帶技術取得顯著成果 亞洲核武版圖將隨之改寫 事實上我覺得以一個他要加入就是武昌 可能變成第六場這種大國崛起的角色 他這是他必須要有的能力 所以他在這個時間點再去做這樣的試射 然後接著就是之後要往中東的方向去走 這個是非常有決心的 訪問目標正好和印太戰略的框架必肩而行 美國是否也打算在這一局借力使力 川普任內的首提的當時是印太的地理的概念 印太倡議 但慢慢慢慢弱勢到所謂的印太戰略 那到了拜登在2021年1月20號入主白宮之後 在名詞上拜登政府是演習印太戰略這樣的字眼 但在內涵上當然是更擴大了 對於盟友跟潛在夥伴的重視 其實很清楚就是藉由區域的國家 當然包括印度在內 想辦法去牽制中國大陸 但是他不會去百分之百擁抱 別的國家的印太戰略 因為他還是保有自己的彈性自主的空間 所以這是國際政治裡面最複雜的地方 武力要盡 人起源於地緣政治 中共會因為崛起的核武新勢力 而戒慎恐懼 還是更急於找尋另一個壓力出口 情勢的變數似乎越來越多 TVB的新聞羅斯彭耶輔 拍不到 但說到軍武實力 國防部為了要維持後備軍人基礎射擊的技能 舉辦了訓練活動 我們把時間交給婉柔告訴大家 為維持後備軍人的射擊經驗 國防部的全民動員署 是舉辦了射擊訓練的三關活動 在今年的4月到10月開始試辦 而主要就是局限於退役的後備軍人 只要你未滿12年都可以報名 而這個在北中南東離島 總共有18個梯次 在4月的時候已經完成了3個梯次了 效果還不錯 主要就是要維持後備軍人射擊基礎的技能 使用的武器又是什麼樣的呢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使用的是65K2步槍 主要是在做機械訓練射擊圖像練習 而且4個小時會讓你打滿48發的子彈 讓很多參加的後備軍人直呼過癮 說當兵都沒有這麼的刺激 這個射擊訓練他們這一次是可以自行操作 而且可備裝備 過去在當兵打靶的時候 其實主要都是長官協助 而且強制歸零 後備軍人射擊訓練營 今年全台共辦理18個場次 而北部其中一個靶場就在憲兵訓練中心 活動除了能讓後備軍人維持射擊技能 還吸引軍事迷爆名 想在台灣再次回味打靶的快感嗎 你若是退伍未滿12年的後備軍人 有機會了 去年承小回謀示範 今年擴大辦理 這是第二年嘛 對啊 因為畢竟是主要自己還有這個後備軍人的身份 有25公尺 75 然後175跟300 對 然後重點還是使用障礙板 然後有這個荔枝 櫃枝跟握枝的射擊 即是技術較好的老手來講的話 那可能半天就足夠了 回來的大多都是有安全觀的老兵 每個動作都熟練到不行 還有人會自帶裝備 國軍提供的步槍是65K2 訓練時間4個小時 射擊預期彎就能實彈射擊48發子彈 有25公尺或75公尺 兩種距離和歸零法指射擊 以及175公尺握枝五一拖射擊 裝子彈槍枝歸零通通自己來 和當兵有班長協助完全不同 後備軍人也就是當過兵的男生 可以很快的就是恢復這個射擊的技巧 包括就是臥底貼拖 還有就是瞄射停扣等等的技巧 都可以很快的恢復 讓後備軍人可以恢復這個步槍兵的水準 想報名也有限制 沒人一年只能體驗一次 除了退伍未滿12年 今年還沒被納入教招 或已完成志願教招的 就要等明年了 祭出打靶練槍法的好康 國軍也意在維持後備基本戰力 TVBS新聞劉立成 劉婷婷李宗哲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